大家好 我是廷哥 大家好 我是阿輝 欸 我們呢 Windows 11 已經可以下載 現在是中文版嗎 對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錄影是 29到凌晨吧 他們正式放了第一個公開的預覽版 好 如果你想嘗試 嘗鮮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WINS 既然WINS還是裝更像最新版 然後你在測試的裡面 隨意申請測試的資格 一般人都可以申請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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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提醒大家 但是真的是非常早期的 開發用的測試版本 不穩定是正常的 我之前的經驗是 裝一裝你如果使用 你之後要申請成正式版的WINS 11 都有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你要降回去更是會很困難 所以通常來講就是 要存貫就是一個很基本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大家 我們測試為工作 我們先測給大家看就好 大家還是一般工作用電腦 不要先安裝 好 記得 還有 宣傳你頻道 還有 上一檔人叫阿輝 然後Youtube頻道 我有多努力一點點拍片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一直拍片 大家可以去訂閱它 話不多說 現在這裡面已經裝好了 來啊 我們來看一下 哪些新功能 第一個就是終於把它改到中間來了 改在中間 雖然說大部分都是靠左 靠左 但我覺得中間OK阿 好 第一個還是要跟他說 左下其實可以自己去修改你的習慣 它預設是靠置中 那老實說我覺得這個 這樣子設計比較傾向就是 觸控為主的UI 因為它現在其實Windows 有部分使用者是用 平板就比電221的形式 如果你用滑鼠鍵盤操作 右上角 左下角會是 最習慣快速的時候的模式 置中的邏輯 我會覺得當然有人會說像Mac 像可用不可 我覺得比較像可用不可的情況 其實也不一樣耶 你看你從那邊 但是這樣子的模式 我會覺得這個選單部分 會比較像是ChromeOS後來的新選單 而且我覺得這個選單的設計 有點像是你在用平板的方法 對 所以它其實一樣有這個多頁面 多頁面嘛 所以到時候你可以用捲動的方式 如果你是觸控螢幕的話可以用捲動 但是我還是覺得之前的持天方式 還是不錯了 希望他們 因為這還是蠻早的預覽版本 就還是要一些個人化的持天方式 因為它現在其實就上面選單 丁捲選單 下面是你的推薦項目 而且我發覺它這次的視窗全部都倒圓角 順便跟你說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把擋準板開出來 你可以注意它擋準板的左上角 這四個角全部都是圓角的 就是圓角的形式 圓角有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圖示部分也是有新的圖示設計 然後再來就是我個人會蠻喜歡一個 就是小元件 WIGI的東西加回來了 你記得Windows哪種好WIGI的嗎 WIN7 在右側 我哪想要猜WIN98 它現在其實改在左邊 會有點霧面的背景 它會用半毛玻璃的形式顯示 這個部分也是 還是以他們自家的 像新聞元件那些為主 WIGI應該是會有越來越多的 而且有些開發者應該就會加進來 對 這是希望WIGI會越來越多 而且因為在左邊嘛 隨時可以拉進來 然後你如果今天是像是 你剛剛那樣是多工是不是 這次要另外講下一個 就是多工操作 好 多工操作其實以前就有 但是我覺得很好是 它把下面終於把那個功能 你知道以前Windows就有多桌面的概念嗎 但它界面一直沒有整合在一起 對 那現在你整個 你整個把它整合在一起 會很方便 你使用多個桌面操作的方式 再來還有一個連動的 跟這個類似的功能 我把視窗開多一點 先開一個Edge 然後裝了Edge要幹嘛 拿下載Clone 然後Xbox 但我們再說是新的 好那等一下再說 還有像是Microsoft 對 等一下再說 好來再來 那這有什麼好處是說 現在新的設計就是 先把視窗關掉好了 好 把桌面端掉 把它定在一起 這樣很多層次了對不對 對 它現在有新的視窗排列方式 你只要把視窗移到左上角 右下角 它會自動幫你排列程式起來 有有有有有 這不錯 這不錯 它有多種螢幕佈局 會依照你的需求 會調整不同的佈局形式 那這部分是 以前其實就有類似的啦 像說移到頂部會變成全螢幕 現在比較多彈性的調整方式 甚至我移動中間的話 它會連動調整 以前是要透過第三方 很多第三方應用程式的功能 然後加進來 但它現在整合進來了 對 然後整合的功能 我們雖然講一個自己就是 剛剛有說 它有新的Microsoft Store 沒錯在這裡 第一個新的Microsoft Store 它的介面有一些調整 會讓更好用 然後未來期待的功能是什麼 什麼功能 加入Android 哦Android APP 當然第一個 目前的預覽版本還沒有加入這個功能 再來就是以目前官方的說法來講 並不是完全讓你可以安裝 Android的APP檔案 對 也看起來也不是用模擬遊戲方式實現 它們是用紫系統 Subsystem方式做 有點像是它現在在做WSL 就是Linux的部分 發現是比較深一點 你可以看這個紫系統 然後我會說把話一點 就是它們還是需要上架的動作 目前傳出 非常有可能是 Microsoft Store裡面 會跟類似Android App的Store部分整合 所以很有可能以後 在你的Microsoft Store裡面 是可以收聽到 有上架的Android App 所以不是全部買 每次都可以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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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可以選擇跟 這部分跟安裝一樣 所以我要說 這你知道剛剛像是 視窗排列的東西 對 這是原本第三方軟體做的嗎 對 然後 這要講到一個八卦就是 當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你知道有名的那個什麼 BlueStack 圖上面就出現了 FXXK 啊那就不要講 也就是很多第三方的Android的 模擬的 可能非常有機會 是不是就 因為被參考了 我也覺得這是良性競爭 就是你還是要更大 如果你功能夠強 大家還是要安裝你 但如果你今天不夠強 你可能像房軟體 內建的很好用的情況下 大部分民眾 你可能就用內建的 你剛說Xbox是不是 你是不是已經登錄你賬號了 對 因為其實微軟 他們推Xbox Game Plus 力道非常重 所以它新的在 也會在Win11上面 更有提供更完整 跟更多的Fbox Game的整合 目前我其實我是覺得 還是差不多啦 但是就是介面部分 速度會比較順暢了 你看我現在已經登錄 上面就顯示 這是Game Pass的內容嗎 對 我就直接一個人安裝 安裝就可以安裝 就可以安裝下來 哦 對 就使用體驗會比較好 而且甚至我覺得以後 應該跟Miltoes到整合了 目前還是獨立一個 而且我剛剛我看到你啊 你剛移到這一個框框 就插它就關掉視窗的中間這一個 沒有你移過去的時候 它有出現 就是它板面那邊 你也可以從那邊看板面安排 板面安排各種方式 就是快速擺降排 而且我還發現一件事情 剛剛阿輝有開啟那個 硬體驅動程式那邊 其實目前來說 我是覺得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有比較新的CPU 跟TPM2.0 還有Square Boot的這些選項 就是你要必須要安裝之外 其實速度跟Win10比起來 我覺得並沒有比較難 其實你這樣看是非常非常流暢 而且我覺得超流暢的 而且整個畫面感 我覺得蠻好看的 然後我們剛剛裝好之後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現在我們再來是裝 MSI的桌機 對 那其實裝好之後 它所有的 驅動程式都已經內建 包括像S8 360 呃 抱歉 那個 RT3360 然後全部的音效設備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 全文式安裝 而且你全部抓到 包括軟體下方性 像我們 像H開來 下意識就是 輸入可動就搜尋 就安裝 就可以用了 對其實目前看來沒有什麼使用上的不適的感覺 欸我覺得這樣子會讓我很想更新Windows 11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大家不用太擔心 因為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的電腦是符合 Win11升級的 其實到年底他們Win11正式推出的時候 你Win10是可以升級的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真的要這樣講 所以講對微軟比較不 好像有點不太禮貌 就是其實Win11我還是覺得比較像是 Win10的一個加強版 加強版 就是換了新的介面 就是應用的新版本這樣子 那Win10可能 可能未來Win10跟Win11 也許就會變成像低階高階的 同時存在很久的一個時間 不過大家我覺得還是到時候我們等正式版 你們有正的微軟發佈正式版以後 你們再來正式更新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只是測試版 先給大家看一下 preview一些東西 那我目前看起來的感覺是 就是順暢 就是很順很流暢真的 因為它目前也有針對一些新的CPU做調整 因為目前有在傳12代的Intel CPU 會有大小盒 它目前在部分的筆電版本上面 也有出現像三星的筆電 它沒有上的就可惜 它這部分就有傳出 Win11也有針對那種大小盒 非對稱的多核心去做調整 就是它在省電的情況下 也會保持更順暢的一個運作 OK OK 好喔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快速的用Win11給大家看一看 相關的一些設定 Win11 不然它幹嘛過來 它說我也要一用 我也要一用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好 拜拜 拜拜